一口老缸,祖孙三代用同一个动作握出了百年的艳迹 手艺艺血脉就向着老物件代代传承 将面粉倒入缸中,加水逆时针和面 面粉和水的比例在三比一左右 反复揉压到面粉成团后 进入了制作水饼最关键的环节,砸面 用手指沾水后点到面团上 手臂用力将面团反复按压 水完全揉进面里后,再继续重复沾水按压 这有没有机器可以代替的方法 就不用像人这样来弄 这个机器整不了 你看做麻纳茶,做花卷,它的机器能样 主要是要面筋 没有面筋,饼烙不真薄 一烙它就,一挑它就舌了 所谓的水面是不是就像这样 面含着水,慢慢地就被您全都拍到这个面的里边 对,都砸到面里去了,对 砸完的面醒十分钟左右 从缸里拿出,面极有韧劲 劲道十足,锤而不断 这个时候一刻也不能等待 必须立刻揪剂子擀饼 掐出一块剂子,捏成碗形 从右手虎口向外一挤 圆圆的面剂子就完成了 用擀面杖将面剂子小心地擀开 要保证面的每一寸薄厚都要一致 否则一下锅肯定就会破损 将擀好的面饼卷在擀面杖上 小心抬起 轻轻地在饼撑上铺展开 饼接触饼撑后几秒钟就会熟 将整张饼直接挑起 成不成功就看这一下 我这有小纸条 颜色虽然是蓝的 但字是白的 其实并不突出 您感觉这个饼能透过来吗 能透过来 真能透过来 这我有信心 我做了好几十年了 好的,我来看一下 我的天 如果我不说前面有一张饼的话 您绝对不会相信 会看见上面的字吧 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 辽宁省金牌旅游小吃 水饼看着透亮 揪下一块放在嘴里 也是面香满口 极右嚼头 流传百年的水饼 如今只剩下了宛玉德 这一个传人 再往下已经无人会做 这是宛玉德最担心的事 五年来 盘景市以特色小镇建设为一通 以全域旅游为牵动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游客来到田庄台等特色镇 吃得到地道的特色美食 老字后们也能够避免酒香 也怕巷子深的尴尬 在众多旅游活动中得到推广 包括宛玉德的水饼在内 多家传统美食 已经通过田庄台美食 节奏活动收了不少徒弟 老味道 天下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